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讲一波 小伙得到一个龙戒指 戴上之后就能施展魔法 最后拯救了世界的奇幻电影 魔法师的学徒 话说在一千多年以前 大魔法师梅林有三个徒弟 大师兄 二师兄和小师妹 一天夜里就在梅林准备将邪恶女巫莫甘娜 封印在墙上的时候 二师兄突然冲进来解除了魔法 莫甘娜趁机反手杀害梅林 得到召化亡灵统治世界的魔法 为了拯救苍生 小师妹把女巫吸到自己体内 女巫在她体内也不安分 尼古拉斯大师兄 只好把她封印在套瓦里面 梅林死千将龙戒指交给大师兄 戒指会指引她找到至尊梅林 只有至尊梅林才能打败女巫 大师兄这一找就是一千多年 始终没有找到那个人 转眼到了两千年 小美把大锤写给她的情书 放在石头上 等她走过去拿的时候 情书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飞走了 她一路跑一路追 来到尼古拉斯大师兄的家里 原来大锤就是她要找的人 龙戒指抖抖翅膀 吸附在她手上 这也太神奇了吧 大师兄准备取出魔法说 马上开始教学 可惜得到戒指的大锤 威尖打开一个套瓦 里面封印的正是二师兄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始斗法 可以说是不分上下 而大锤在慌乱间 又捡了一个小套瓦 这正是二师兄要找的东西 里面封印的是邪恶女巫 莫甘娜和小师妹 危机关头 大师兄冲出来 和二师兄一起封印在大罐子里 大锤跑出房间 直接把套瓦扔在了马路边 一转眼 十年过去了 大锤在大学里 和当年的小美不期而遇 作为一个物理小达人 他还帮小美修好了电台 与此同时 二师兄从大罐子里钻了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把罐子扔下楼 好在大师兄在最后关头 成功逃脱了 二师兄马上来找大锤 让他交出十年前的套瓦 还变出一群恶狼 把他逼到铁轨上 大师兄用铁皮打造一家飞鸟 火速赶到战场 救下了他 并驾驶铁鸟 带着他逃离此地 去唐人街找套瓦 二师兄已经来到这里 释放了一个被封印的 光榜子魔法师 魔法师把五龙变成了真龙 一路追击大锤 顺便拆几栋建筑物 在大师兄的指导下 大锤用龙戒指 施展了一点魔法 给了对方一点皮肉伤 最后还是靠大师兄亲自出手 化解了危机 后来 两人来的秘密实验室 大师兄把套瓦隐藏起来 大锤正式败事学义 小小的一本书 一变再变 竟然变得 大锤的脸还要大 师傅首先给他表演了一出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只因我们想要的未来 再来一波 爱的魔力转圈圈 想你想到金花怒放 黑夜白天 大锤是彻底服了 接下来 师傅开始教他凑个球球 这玩意儿都是简单 三秒钟就学会了 关键是不好控制方向 学习治愈 他还要忙着追求小美 他在地铁里 用魔法教训一个抢劫犯 小美又对他多了一份好感 二师兄这边也没闲着 他找了个徒弟当帮手 徒弟当天就来洗手间 找大锤切磋无意 看大锤这表演 差点没把对方笑死 二师兄上来 就逼大锤叫出套娃 关键时刻 还是师傅急时赶到 把两人都封印在一面镜子里 免费洗手洗手间的酸爽味道 这天 大锤约会的时间就要到了 可是实验室乱成一团 大锤用魔法 操控拖把帮他干活 等他洗手完毕后 实验室已经泡在水里 拖把勤奋起来 连自己都怕 大锤叫他们停下来休息 也不好使 积水越来越多 脚下的插座被吓得娃娃哭 他就干水龙头 还在到拖把的背后袭击 说出来都没人相信 大锤竟然干不过拖把 小美来到门口 拖把还在忙着 在背后使坏 大锤让小美赶紧离开 他要和拖把打一架 可是他根本不是对手 差点就被垫死 多亏师傅及时出手 吸干了地上的水 后来 二师兄的徒弟也奔成大锤 马上追回套娃 二师兄手握顶带 出租车秒变跑车 大师兄也马上变了车 这样才有速度与激情的感觉嘛 二师兄设下拳套 让大锤他们钻到镜子里 这明显是在抱洗肉间的仇 他们好不容易从镜子里钻出来 却被二师兄操控的压路机 压成了提饼 不仅如此 他还把路人变成小师妹的模样 迷惑大师兄 拽掉了他们 回到家里 大师兄讲起了小师妹的事 一千多年以前 两个师兄都喜欢上了小师妹 又害死另一个魔法师 他要聚起三个魔法师的灵魂 才能打开套娃 大师兄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像一条地毯 不能自拔 大锤找到了套娃 但是二师兄挟持小美 让他交出龙戒指和套娃 为了救出小美 他只能照办 谁让小美是他的真命天女呢 侦脱开来的大师兄 驾驶铁鸟去拯救世界 二师兄已经打开套娃 释放出小师妹 但是他已经被女巫控制 他也要来一波巨大的 爱的魔力转五角形圈圈 召唤世界各地的亡灵 面对大师兄的干扰 二师兄唤醒铁牛当帮手 大锤让小美爬到高塔上 去破坏女巫的阵法 而她避袭驾驶 充满电压的古董车 拒救师傅 在最后关头 垫死了二师兄 而铁牛被铁鸟抓去谈恋爱了 小美踢费一个信号接收器 化解了世界危机 一切开始烟消云散 为了拯救小师妹 大师兄从她身体里吸走了女巫 可是女巫不喜欢大师兄 主动挣脱出来 就在女巫要杀死这队 分开一千多年的情侣时 大锤及时出手 阻止了广播 老梅林的预言是对答 只有至尊梅林才能对抗女巫 她开始不断搓出球球 发动攻击 可是根本没有杀伤力 反倒是被女巫打到节节败退 好在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还有一点点小科技 在魔法的控制下 大锤用电光把女巫锁起来 随后不断搓出球球 火力全开 女巫非常后悔 当初没有把物理学好 现在才会死在一个毛孩子的手里 电影的最后 大锤用心电复苏救活师傅 小师妹等了一千多年 终于等来大师兄的拥抱 大锤和小美也没修没少地生活在一起 这部美国奇幻片 名叫魔法师的学徒 电影告诉我们 真爱的力量能够拯救世界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 转发关注哦